请收看维新世界老祖先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老祖先机 王禅老祖是智慧的根源 王禅老祖是心灵的依规 王禅老祖是能量的来源 王禅老祖是大家的心 王禅老祖是永远的光明 今天老祖先机非常的高兴 就是在我们台中道场 我们七楼的摄影棚 但是真的是人很多 包括很多的这些的学员 他们都要来见证我们一个很大的事情 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来修养得更好 也就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 中华禅修气功疗法协会的 杨武才 杨理事长 他也是我们国际气功大师 杨武才 杨博士 杨师傅 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亚徐师姐好 杨师傅 我们知道就是说 本身也是我们归仁大师殿的住持 这个因缘来头可是不简单 今天才有办法创造了 太极玄器这天龙八世 这个的因缘是非常深的 所以这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 太极玄器天龙八世 自立立地 性命双修 福报自生 汇集周遭 就是说其实对了这个 我们的众生的这个大爱 都全部包含在这个太极玄器 天龙八世里面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单元 这个有很重要的问题 想请我们的杨师傅来谈一谈 禅境的这个放松跟潜能开发 到底要怎么在我们的这个功法里面 可以表露出来呢 最近我在练太极玄器 我在今年的6月18号晚上静奏 我的脑海里面浮现了 就是说天跟地 天地之间的正器 透过我们的修为 人跟天地合为三才 对 所以天地合一 气静的时候 急静的时候 它会透过全身的运行 就产生了特异的功能 但是人要急静 所以我特别写了 天地合一气静极 气透海底 海底就是说 我们的身体有七个轮 从顶轮到海底轮 但顶轮很容易到 我们气息 气就达到顶轮 是的 达到活轮 透过我们的中脉 但你要到达海底轮就很难 是 透过全身的气运之后 达到我们的两气就气干 到我们的地底 叫海底 是 那这样的一个旋转 循环 这个气就是很活泼的 好 很圆满的 是 这个所谓的气满 不施食 所以可以吃得少 吃得少 气满 神族不施睡 睡得少 所以吃得少 睡得少 我们的欲望也比较少 是 所以这个像一般外面的功夫 跟我们的功夫最不一样的是 我们有禅修在里面 有禅 是 所以他达摩 达摩是禅中第一代 所以达摩的心滑里面 就是禅静 是 是新的 一切为新的 是 所以这个 练这个功夫 你在静的当下 你产生的那个效能是不一样的 是的 我们听了杨师傅的开示 真的就是师傅引进门 修行在个人 说到这个禅静 这个跟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是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你可以很安静地 让你的整个心灵 都静下来的时候 那就是不得了了 不过提到这个潜能开发 到底一个都没有学过的人 我们可以让他整个潜能 都开发出来吗 这人的潜能 是无限的 是 那平常他就因为潜 就潜在的 是 当我们碰上危险 潜能也会出来 对啊 不一定要练功 你看一个很柔弱的人 他一生气的时候 揍人的时候 他一出来 但如果你常常训练他 潜能跟奇迹是可以训练的 是 是可以训练 像我们的功夫是可以训练的 是 中华道家 气功他们叫养修 就是说养你的身体 修养还要修为 是 所以叫养修 他们就是分内家跟外家 是 内家就是静坐 是 那我们佛家叫禅定 禅定 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是 那我是结合了道家 跟佛家的禅 所以成为太极贤器 是 加上天龙八世 这是两套 可以昏蓝 天成的那种功法 那两者合一之后 就好像中国的佛道不分家 是的 我们维新中也是佛道不分家 是的 所以这两个法门都很微妙 其实很多事是没有办法去 用语言文字表现出来 是的 是的 尤其是禅定放松的时候 你要在太极阴阳这两极当中 你怎么去运化呢 这个还要靠个人的修为 不过我们知道天龙八世 它是一套结合身心灵 一起修炼的这个功法 那结合身心灵 就刚刚您提到这个 还有什么特殊的 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提点的呢 我用比较简单的一个介绍 因为这种功夫就好像如人饮水 冷暖自至 其实你看到的都是一个表象 是啊 所以很多功夫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 是 当我创立天龙八世 感到最好笑的是我太太 她看电视就看别人在表演气功 是 一看说 好像都是你的功法 我都不要乱讲 因为我那些功夫很简单 雷同雷同 对 那个动作是一样的 我说心法不同 是的 没错 所以精锤跟表象是不一样 是的 所以像我的一些徒弟 比较特殊的 比如说最近有一位 有一位姓周的同学 他是中风 是 中风非常严重 所以他是一边是偏瘫的 走路就很困难 是 手是撑不开 那当然他也找很多医生 是 那当然医生也很重要 他要医病 是 那中风就是气血 所以气不通 血不通 病就来 没 塞住了 通了就顺 是 所以我说你来练功吧 他刚来 要从我们那个门口要走进来 走到里面 大概 每一个人都上去了 他还在那边慢慢走 还要他太太掺胡子 是 可是练了大概三个月 现在行动自如 是 恢复很快 是 他都不知道是怎么会那么快 是 当然这中间他还有是医病 是 那像最神的 最神的是一些像 我讲的不明的酸痛 那平常要吃药 是 练了个功夫 他酸痛就消失 是 还有一些就是睡不着 是 失眠的 这很多人 失眠的最快 所以那个是跟我们的灵有关系 是 身心灵一体 是 所以当他这个练我的功夫 大概练个一两个月 他的转变就是心安静了 睡眠好了 是 所以失眠就自动好 是 所以身心灵是可以启发的 是的 所以这个太极玄器 感情这样听过来 就觉得它应该就是一个悟性 我们的灵 其实是要悟的 一个人的灵性 如果没有悟的时候 就像这一位 我们杨师傅的学生一样 这个头上歪一下 歪一下 悟了以后 那一定他就会觉得说 已经恢复他原来的样子了 所以灵也是自悟了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 太极玄器天龙八世 这个非常好的功法 要由我们的杨师傅 就是在我们台中道场的 太极天广场的地方 就是每个礼拜六的晚上七点到九点 所以欢迎大家 您想学的 有什么问题了 刚刚我们杨师傅所提到的 您头可以打电话来了解 0966-582-559 0966-582-559 可是刚刚提到了 这个潜能的开发 那为什么他又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呢 开发你的潜能 自然就会如有神助 所以也会增长智慧 身体好 起码就是不用看病 少吃药 所以命运一定会改变 因为你要工作的时间 我会无限的 有体力比较好 不容易生病 所以会改变命运 确实 是 所以我们待会儿 我们的杨师傅 会在现场发功 你说你只要发五分的功 我们的手指头都会变长吗 一般来说百分之九十九 百分之九十九 我听说学钢琴的人 指头要很长 如果你觉得手指头太短了 你可以请杨师傅发个功 你指头变长 还会再回去吗 会 因为我们变长是让大家说 原来你的身体是有潜能的 是可以开发的 那像这个手指变长 只是一个表现 像我在台北表演的时候 有一个当众就有一个女孩子 他跟我说师傅 你让我手指变长干什么 我要长高 我说好啊你几岁啊 所以四十岁以内也可以长高 真的有这个道理吗 我们台湾话讲的说 女孩子大得二五 女孩子大得大 但是真的会长高吗 我们真的要拭目以待 但是杨师傅千万不要这一支变长 这是什么 一题 我们现在有安排了 就是学员他非常好的见证 最主要就是说 让大家都能够知道 我们他学习的这个太极玄器 天龙八部 他们真的变不一样了 从以前现在来做个比较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我们今天学员的见证 杨师傅一起来 各位同学 现在我们准备 来开发你的潜能 我会引导大家 做一个静坐禅修的动作 请大家注意我的引导 好 请各位同学 两脚切实塌在地板上 把你的眼睛轻轻地闭上 并且全身放松 两手平放在膝盖上 或者是垂在两侧 把你的身体树立 不要靠在椅背 并且全身放松 先做几个深呼吸 深沉缓慢的深呼吸 想象每一次吸尽大量的能量 把所有的轴气 并气 随着每一次的呼吸 排出体外 并且全身放松 吸气的时候 从鼻孔吸 嘴巴可以微微张开吐 全身非常地放松 首先放松头部 头皮放松 放松你的眼皮 脸颊放松 放松你的下巴 上下巴巴 上下牙齿微微分开 上下牙齿微微分开 把你的舌头放松 放松你的脖子 前面的脖子放松 后面的脖子放松 彻底放松肩膀 底部放松 手指全部松掉 放松胸部 手指全部松掉 放松胸部 背部的下方放鬆 放鬆你的臀部 大腿放鬆 放鬆膝蓋 整個小腿 腳掌完全放鬆 現在師傅準備為大家做氣功灌頂的一個加持 請大家喜悅開心的承受 放鬆 能量灌頂 蒸氣加持 越來越放鬆 現在大家可以明顯地感受到 蒸氣能量 由你的頭頂灌入 灌注全身 感覺非常的舒暢 全身病痛完全的消失 嘔起 好 請大家把眼睛睜開 現在請大家兩手合起來 我們看一下你的兩手手指合起來之後 手腕的腕線對齊是不是完全的 手指都是完全的相同 就兩手手指是一樣長 那經過我們加持之後 你身上有無形的潛能力量 現在我們要表現出來 請大家 男同學把你的肘手擠起來 女同學把你的右手擠起來 眼睛一樣輕輕地閉上 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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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擠起來的手指 開始增長 手指變長 有些人會感覺你的手是麻麻的 燙燙的 熱熱的 你的手指現在正在 增長 手指變長 手指變長 用你的念力想像 念力越強的人 他的手指變長的速度越快 也會更長 這個叫心想像 這個叫心想似乘 這個叫心想似乘 念力加持 心想似乘 好 現在我們可以 兩手恢復正常 我們比較一下 比較一下 看看你的手指有沒有變長 好 手指有變長的請舉手 手指有變長的 好像百分之九十九都變長了 太好了 太棒了 代表大家的念力 都是非常強的 好 恭喜大家 我們練功一定會成功 好 各位同學 剛剛我們的念力加持 看到所有的同學 手指都突然增長了 這是一種能量的展現 那我們的學員 現在這一班都是 只有修煉大概不到兩個月 可是他們都有很大的感受 我想請這些同學 跟大家做一個 練功之後 他身體或者是心理上 不同的收穫 他的改變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個我頭一天 去練氣功的時候 氣功練完了 我感覺上 身體很舒服 我有時候說 我十幾年沒有像這樣了 因為我是本身是喜慎的 到現在我身體 比較舒服 比較輕鬆 這樣子 這個謝師傑 他第一次我記得很清楚 他跟我說 他真的 很希望來練這個功夫 因為第一次我們試練的時候 他練了 他說他整個身體 十幾年來 不要這麼輕鬆 今天練一整 他覺得整個身體都不一樣了 改善太多了 這是他那天說的 那我們請第二位 陳榮毅 師傅好 同學好 我是還沒來練之前 身體就會有一些痠痛 就手痛 然後有的時候會腳痛 那就在家裡有的時候 自己這樣子 拿個東西這樣子 推推推推 推的很長一段時間 都沒改善 後來是一位同學介紹 說來上課 我其實很懶 我不想動 我說不去 後來想想 好吧好吧 就去吧 他就去了以後 就跟著師傅學了一個多月 我就發現我手腳來的痛 就好像就 不知不覺什麼時候 就不痛了 也不知道 但有一個比較大的 那個同學 我去上課的時候 同學就會說 你最近一個多月 好像一個多月 好像看到你 臉色變好看了 眼睛變戀了 我就覺得這個 功法念了 那我有收穫 很感謝師傅 那我們現在請志偉 志偉師兄 在學習天龍八世氣功 讓我感受到的是 整個身體非常的輕鬆 比較有精神 在上班的時候 也比較有精神 比較有體力 因為在學這個氣功 最主要是在調你的氣 師傅有在教氣功 最主要就是 吸氣八秒鐘 吐氣八秒鐘 在你吸氣八秒鐘的時候 是把一些氣體 灌進你的身體 吐氣八秒鐘 是讓你的肺氣 排出你的身體 這樣你的病氣軸氣 就會排出身體 就會比較輕鬆 因為上班的時間 就是比較少在運動 可以藉由這個 練這個氣功 來舒展你的筋骨 讓你全身都非常有精神 比較有力氣 病痛也比較減少這樣 謝謝 那我們還有三位同學要分享 好 現在我們請下一位同學 來為大家做分享 反調一下 師傅好 各位學員 大家好 我在這一期的一個紀元下 認識到楊師傅 他給我在這兩個月的中間 帶給我一些身體上的改變 本來我在晚上都睡不著覺 後來上了兩堂課 晚上就覺得很好睡 頭也不會痛 這是我最近的一個心得 謝謝 好 那我們請明德 師傅好 各位同學好 我跟師傅學了天龍八四 學完之後我也發 就是對個人本身 是不是有一些身體的改變 這邊做個分享 我原本左手這邊 有個類似的粉流 但是學了師傅的氣功之後 慢慢的慢慢的已經消掉了 所以變成說在西醫來認定 是要開刀 但是這部分 現在已經不用開刀 所以說這是我最大的收穫 精神各方面也變得比較好 好 謝謝 好 我們現在請王師兄 師傅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跟師傅學了這兩個月的氣功 因為以前都沒有學過 後來藉由這個姻緣 想要來試試看氣功是什麼 其實這兩個月感覺 真的學氣功 真的學氣功 那個氣的運行 當我們在天龍八四裡面的動作 在動的那個過程 就會感受到說那個氣的運行 真的是很奇妙 而且說當做完這些功的時候 會感到全身神清氣爽這樣子 就這兩個月的這個學氣功的這個 這個經過這個過程 感覺到真的是很神奇 師傅有說每天十分鐘保你百年功 真的我們中門的所有的同修 如果都能來學習這個的話 有個強健的身體 一定是非常的好 謝謝大家 跟大家分享 非常感謝六位同學的分享 雖然你們只有學習了大概不到兩個月 但是就有很大的收穫跟轉變 那我也非常感恩 我們的祖師爺 把這麼好的功夫傳承給大家 那大家有緣 一起創造更健康的未來 阿彌陀佛 謝謝 我們這太極玄器天龍八世 真的非常的神奇 這當然跟我們老祖師尊 解像了一個非常好的緣分 我們一起來 恭葬王殘老祖教祖天威 王殘老祖上屆先翁慈悲閩是 故我起手鼎禮 同時老祖師尊開世 心是光明心是足 用意用心皆是心 風水也是不離心 連我們這些禪修的功法 當然也是不離心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阿彌陀佛 主祖千祖天賦 孫王殘老祖了 可王殘老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